以生产机械表为名的知名瑞士表品牌 最近他们特地从这世界钟表之都日内瓦 请到了智表大师 要教这个南加州的收藏家 怎么样来拆解机械表 透过我们多村新闻跟苍新珠宝合作的 苍新名牌日志 让大家来大开眼界一下 头戴放大镜 穿着实验式白袍 一群人全程贯注地拆解机械手表 看起来好专业 其实他们都是Omega的收藏家 在品牌活动上 永远从瑞士日内瓦专程前来的 智表大师Warton 亲自指导大家当一日智表师傅 揭开自动上链机械表 机械的秘密 看来拆解机械是个大工程 每个人配有一盒工具箱 大家按照步骤 拿着比铅笔还要细的螺丝起子 在直径只有大约三公分的表面上操作 首先把表壳打开 再把小到连肉眼都很难看见的螺丝钉一一拔起 最后才能取出这个叫做同轴情纵机芯的装置 真的是不太容易呢 感觉非常的奇妙 原来那坐表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它里面有很多非常细小的零件 没有想到说这真的是一个需要花很多很多的眼力 跟很细心才能去完成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说是一件很神奇的实验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这个手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 实在是因为这个步骤它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要花很大的耐心 看我又找不到了 肉眼看不清楚 透过电脑动画来看 驱使机械表转动的同轴情纵机芯 错综复杂的齿轮和零件 看起来就像一件伟大又精致的艺术品 就是这个装置保持中心的圆圈圈不断跳动像一颗心脏 那就是Omega保持精准的秘密武器细油丝 这个比头发还要细三倍的线圈 让一向害怕磁性干扰的机械表有了新生命 究竟同轴情纵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呢 它是由三枚宝石几爪的情纵叉 交向三层式同轴情纵轮组成 透过顺时针的冲力大大减少摩擦 因此具有更高的机械效率 在瑞士机械表的两百多年历史当中 Omega靠着独创的机型技术 遥遥领先其他品牌 透过Omega和昌星珠宝举办的制表传奇晚宴 收藏家们接受制表大师的特训 体验到机型的精密工艺 每个人也都获得一份证书 主办单位希望让爱表人士 都能清楚了解到 手腕上精品的价值与可贵之处 以及品牌一直以来秉持的卓越精神 以上是文明经理中央